日本人到底是不是中国人的后代 根据司马迁史记的记载 当年秦始皇命徐福出海去寻找长生不老药 他带着无数财宝和数千个童男童女出发 结果一去不复返 在东海开创了窝国 也就是如今的日本 时至今日 还有很多日本人对此深信不疑 比如日本前首相宇田兹 就曾骄傲宣称自己是徐福的后人 还先后两次跑到江苏的徐福故里来寻根 那么日本人真的是中国人的后代吗 答案肯定是否定的 毕竟就算真有这样的后代 咱也不认这个孙子 我们先从身高上来看 古代日本男性的平均身高只有1米4 日本战国第一猛将 号称东营版张飞的本多忠胜 身高1米3 日本大名鼎鼎的战国三杰 风尘秀吉身高1米4 德川家康身高1米5 三人中长得最长的枝田信长 身高足足有1米66 堪称日本人中的餐厅巨汉 相比之下 古代中国人的身高却长期领先于世界 秦汉时期 军队士兵的平均身高1米77 同时期的欧洲罗马军团 平均身高也只有一米66 据史料分析 中国人的身高下滑 出现在明清之后 人口的剧增和长期的营养不良 导致大部分中国人的体质下降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如今中国人的身高也是一代 更比一代高 然后我们再从民族性格的角度来分析一波 美国前总统罗斯福曾这样评价道 日本这个民族 是我见过最卑劣最无耻的一个民族 至于他们是如何卑劣用不着多说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自行研究 一个性格扭曲到变态 不尊重任何生命的种族 怎么可能是中国人的后代 你要说分析性格太虚 那我告诉你 根据双生子实验结论 人的性格80%是由基因决定 根据科学的基因素颜分析 日本人跟中国人有着本质的区别 结合遗传学角度的研究 当代日本人中 只有不到1%的人群 属于古代中国移民的后代 所以说 徐福不是日本人的祖先 顶多算是帮他们改良了基因的人 而中国人也绝对没有这样的后代